榜上有名的還有彰化百年老店玉珍齋 不過現在事後被發現了是一場烏龍 因為實際上使用問題油品的是 玉珍齋家族二哥所開設的店面 因此呢 玉珍齋的本店 就批評衛福部刑事草率 造成了傷譽受損 不排除會申請國賠 店員忙著接電話 向顧客一一澄清 因為所有水油事件越演越烈 百年老店玉珍齋被點名使用 全桶香豬油 但事後證明衛福部搞了烏龍 實際上出問題的是 玉珍齋家族的二哥另外開的店 沒想到卻意外派到本店 我們現在把所有的相關的 豬油的部分的產品 我們說先暫停 它的一切都公布好了 那我們才會再有豬油的產品出現 針對所有的消費者 包括以前跟我們購買的這些 例如大宗產品的這些廠商 我們第一時間也已經主動翻盤給他們 如果他們有爭議 包括相關的後續食品來源的部分 我們都很負責的 可以提供相關的資料 玉珍齋被冤枉急忙貼出公告 並未使用違規的全桶香豬油 要民眾放心 而衛生局機查人員來到 玉珍齋家族二哥所開的餅店 在油品上面貼封調封存 不然間七天轉換沒有辦法 那沒有辦法我用不到那個原料 所以你這15桶我只用掉半桶 就是那個時候一些定制的東西 用掉以後就用不到 玉珍齋家族前幾年因為商標關係 鬧上法庭 接在本店認為衛福部形式草率 沒有求證就隨便公布名單 造成商運受損 不排除向衛福部申請國賠 郵電TV郭新聞 蕭秉 尹德玉 江華報導